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一个孩子先去世了 这个人准备将儿子的尸体放在家里 自己离开这个家 他之后就对他说 生死是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 人死了应当慎重地送到远处去安葬 为什么要停放在家里 而自己要离开家呢 当时这个人听完这番话以后就想 如果不能将遗体留下 一定得要埋葬的话 那么就应该再杀掉一个儿子 以便单子两头平衡 一头挑一个才能够到达葬地 于是他又杀掉一个儿子 把两具遗体挑起来送到山林野外去埋葬了 当时人们知道此事都非常惊讶 竟由这帮闻所未闻的事情嘲笑他的愚痴 比如修行的比丘私下犯了一种戒条 不愿盖过 偷偷掩盖错误 还自夸清静 有智慧的人跟他说 出嫁的人应该坚持境界 像爱惜光明珠一样不能让他缺损 你今天为什么犯了戒律又不打算悔改呢 犯戒的人就说 假如必须悔改的话 那就再多犯一点错误 然后再一起悔改吧 接着就破坏了戒律 做了很多坏事 结果被开除出生前 之下那个愚人已经死了一个儿子 又杀掉了另一个儿子 眼前这位比丘也是一样啊 杀子成蛋 这样愚昧的事情在现实世界中 大概很难找到其他的例证 但在嘲笑了这个愚人之后 我们不得不警醒 因为生活中类似的事情不少 很多人犯了过错 不知悔改 反而一心想蒙混过关 还有更严重犯错者 就是错上加错 至少不犯错误的人 大概是没有的 但是有错记感 还是不失为堂堂正正的人 正所谓不怕无名气 只怕职招池